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下点119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上午的9点07分 来到20025 那么最高点则是出现在收盘的时候 来到20359 那么今天整个震荡区间 仍然高达了334点 而且现货的成家量 也增加进一步来到了 4484亿 那么老师今天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最后一里路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老师今天下这个标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整个华尔街 仍然是非常担心 整个中东局势会再度恶化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由红翻黑 甚至呢 这个纳斯达克跟S&P500 指数仍然持续创下了波段新低 也就使得呢 台指延续夜盘的走势 开盘就大跌的超过100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行情是开低走高 而且包含昨天也是一模模一样样 那么呢 跟过去啊 前天盘中的低点比较起来 其实台指期不幸悄悄的 已经大涨反弹超过了500点以上 所以呢 整个行情震荡可以说是非常的剧烈 那么除了国际局势的影响之外呢 当然我们会发现到 今年从新春开盘之后的行情 是跟过去啊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波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但是对于指数操作者来讲 多空其实并不是重点 因为呢波动越大 反而代表我们切入获利的机会点 也就越多 那么重点是啊 要能够把握住当天的行情 那么呢 像今天这样的行情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 今天的盘式架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在早上9点03分的时候 老师透过台指前5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第一分钟成交量 期货跟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操作的经验 给会访朋友第一手的建议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台指前5分钟 今天只有成交3900多口 是远远落后给予过去的 五日均量超过5000口 那么呢 在现货的部分 今天第一分钟成交的量能呢 也是跟过去五日均量相差不多 所以呢 在期现货成交量偏低的情况 波动率下滑 你可以看到 早上开盘的时候 其实行情是非常狭幅的震荡 一直等到10点钟过后 才出现正式的往上突破的行情 那么呢 今天盘中啊 在开盘的当下 其实期货跟现货 它的跌幅是非常的接近 那么甚至呢 在电子期的部分呢 它的跌幅是领先台指跟金融 这表示 今天早上整个多空力道 基本上啊 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甚至空方还占了一点点的优势 如果电子没有表态的情况之下 行情很容易陷入所谓的震荡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早盘啊 行情上上下下 一直到10点过后 开始往上积拉 而在这个时候 大家会发现到 这几天盘中的高低区间 都有300多点 甚至高达400点 那么在这种大行情出现之前 如果能够在一开盘的时候 掌握住今天盘式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是不是就能够赢在起跑点 那么怎么样能够在一开盘的当下 知道今天行情 如何来做个行径 这是有方法的 可以透过老师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的预估开盘价 今天的预估开盘价 我们来看一下 是20042 这是在每天早上台指期 在开盘之前 系统已经先计算出来 今天的预估开盘价 等到实际开盘之后 把实际开盘价 跟预估价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判断出 阻力的东风动向 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截图 今天是4月18号 光束指标的预估开盘价是20042 而今天实际的开盘价是20070 各位投资朋友 老师每天都告诉大家 判断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实际的开盘价高于预估价 就代表在开盘的当下 多单大于空单 那么这些多单是谁的呢 当然不会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大家大部分都是要等到开盘之后 看一下价量 看一下技术指标 才来决定自己的操作 只有主力法人大户 会在开盘的时候 要进场来建立部位 所以今天一开盘多单 当然是属于主力跟大户 所以透过这种方式 很简单的算法 实际开盘价高于预估价就能够掌握 你就能够知道主力是偏多操作 所以第一笔单 我们就跟着来进场做多 我们今天第一笔单在8点45分 200060的地方进场做多 各位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 今天这样的大行情 高达300多点的震荡 如果能够在一开始 就掌握正确的方向 是不是对后面的操作来讲 你的节奏对了 当然你的操作 就能够更加的一个顺利 最怕的是像现在每天高低区间三四百点 一开盘做错 可能一口单就被嘎了好几百点 所以了解到主力开盘多空动向 对于整天的操作来讲 占有非常大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但是今天的行情 严格说起来 它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攻击形态 为什么老师这样讲呢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是类鼓分时走势图 下面这个白色的线 是今天盘中电子旗的一个走势 那么中间橘色的这条是台子旗 上面粉红色是金融旗 所以透过这样的表达方式很清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电子一开始到今天接近收盘的时候 它都是属于一个第三名的一个角色 所以并不是像过去一样 电子带头往前冲 所以在这样的行情 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攻击形态 所以虽然行情在开盘的当下 主力是偏多操作 但是老师特别担心 盘中会有拉回的情况 所以就帮会员在今天的盘式里面 来找寻一个空点 我也相信很多人在今天的行情 都想要来找一个高点来放空 但是找高点放空是凭感觉吗 当然不是 一定是要有方法 首先第一个 我们今天第一笔空单成交在哪里呢 各位在9点31分20115 各位今天这9点31分20115的空单 你会发现这是今天早上10点之前 最漂亮的一个空点 各位从这里空下来一口单 也有高达60点的价差 那么接下来行情开始往上拉抬的过程里面 一定更多人想进去放空 但是到底哪里是真正的空点 一样有方法的哦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圈起来 这是今天在盘中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正价差瞬间来到正5.63 过去我们讲过 要找到盘中关键的转折点 有方法就是透过价差的变化 前面这一大段都是逆价差 什么叫逆价差 就是大盘比较高 台子比较低 当行情往上拉抬的过程里面 大盘已经止跌 台子还在往上冲 是不是就有超涨的现象 所以往往出现这种逆价差 瞬间转正价差 各位行情就有可能出现转折 所以当它在这里忽然出现正5.63 我们同样的在10点26分 我们在20295的地方 再次进场来做空一次 各位从这个高点往下拉回的过程里面 一口单也有超过70点价差的机会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不管行情是涨是跌是多是空 今天你再看判断多空啊 绝对不要凭自己的感觉 因为所有的操作一定都找得到方法 我们就来看到 在今天早上8点45分光速指标 5月起止20060附近收讯后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多通光速指标 大数据运算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离在起跑点 早上5点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美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韩股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稻穷 小SM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涨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8点45的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行 当天盘式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行 当天盘式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式强弱 我们的光速指标是市场上 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盆的当下 帮助投资人找到主力的东风动向 如果你想要引在起跑点 光速指标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我们再来看到 在早上9点31分 5月7日目前2015附近 收讯后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当充智能指标 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下跌的时候 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扒过来扒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炒的更简单 获利更轻松 不管是光速指标 还是智能指标 计算的方法跟逻辑 虽然不一样 但是都是能够帮助投资人 在盘中找到漂亮的切入点位 而且呢 老师每天都按照行情 来调整参数 还有出手的策略 那么一般来讲 智能指标 它是属于突破策略 但由于呢 老师观察到今天盘面上 电子期一直都处于 老三的这种情况 所以并不是一个 强势的攻击形态 所以我们舍弃 原本的突破策略 反而反过来呢 再找寻高点来放空 这样子灵活的操作之下 才能够提高 我们操作的一个胜率 万事俱备 绝对不能只欠东风 用有效的获利方法 遇到行情 要一次赚大 当中三件主 超杀优惠方案 多空光束 加智能 加阴眼预判 三件指标 一次到位 其时期推出 限定超杀甲 让操作指数顺风而行 加大你的获利部位 立刻不打025428999 25428999 万事俱备 绝对不能只欠东风 用有效的获利方法 遇到行情 要一次赚大 当中三件主 超杀优惠方案 多空光束 加智能 加阴眼预判 三件指标 一次到位 其时期推出 限定超杀甲 让操作指数顺风而行 加大你的获利部位 立刻不打025428999 2542899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早上10点26分 5月7日目前 20295附近搜讯后 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 旗子当中最佳工具 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系统会提供一道 最关键的压力 跟最关键的支撑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但如果在盘中啊 大行情来的时候 价差出现好的切入点位 老师也会立刻来通知所有的投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管行情是涨是跌 是多是空 你只要掌握到开盘之后的方向 掌握到盘中的转折点 任何行情 你都能够迎刃而减 现在好机会来了 老师的当冲三件组 光束指标 还有多空智能 甚至还有阴眼预判 就像今天三个切入点位 投资人可以让你一次来拥有 尤其是呢 过去很多人啊 可能参加过一些会员 那么感觉上 操作的绩效是不如预期 我相信绝大多数啊 你参加的老师一定是 一边看股票 一边带指数 我说过 股票跟指数 是两种完全不同特性的商品 做股票 你一进场之后 通常是需要等待 但是呢 我们做指数做当中 一进场就是要立竿见影 能够马上帮助你 找到漂亮的切入点位 能够快速的获利出场 所以呢 如果你过去一直没有找到 好的老师 专业的指标 这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 今天打电话进来 三件让你通通都能够打包回家 而且是用最划算的方式 如果呢 你是过去从来没有做过指数的人 你更要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因为老师所有的指标 都是啊 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进场的条件 而且呢 严格设置我们的停损 是属于最专业的 期货操作方式 如果你想要操作指数 能够比别人更快 能够比别人更强 一定要立刻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想知道明天在哪里进场 哪里是转折点 现在正是时候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到 除了早上一开盘 给的第一手报告之外呢 当9点20分左右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啊 老师还会整理一个 更详细的多分关键 给会访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首先第一个 今天早盘带量上工 稳定多方信心啊 电子能不能够转强 是今天最重要的关键 那么第二个 A50连续三天带量收红 重新站上月线 化解了技术面的颓势 那么第三个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之下 NASA創下两个月来的新低 那么第四个 外资连续六天卖超台股 累计已经来到1025亿 选择权的空单 水位也是持续的上升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你都能够接收到这样的资讯 就像早上出门之前 能够先了解今天的路况 是不是你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快速更安全抵达你的目的地 不管你是想做多 想放空 了解到今天的盘式架构 对你来讲 一定有相当大的帮助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找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t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那么呢 更重要的是 这些资讯是完全免费 那么再来呢 也可以直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训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行情来的时候 选股票不如做指数 各位投资朋友 这两天开低走高啊 反弹将近500点的空间 但是你会发现到 今天或是昨天啊 每一个老师讲的股票 其实跟上个礼拜是不一样的 甚至跟上上礼拜也不一样 所以呢 很多人不断的在看这些资讯 来找寻所谓的标股 想要能够跟上 但是问题是 每一段时间涨的股票都不一样 你就算让你上车了 但是不见得能够真的获利出场 往往是买的越多 结果是套的越多 那么假设这一波行情 真的已经触敌反弹 修正结束 行情再继续往上 要突破前波的高点 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重点是 如果你选错股票的话 是不是就等于是 跟你毫无关系 所以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来做指数 今天你只要做指数 跟着行情一起往上 你不用怕选错股票 甚至当行情即使开始拉回 你也能够透过 怎么样放空的方式 来快速赚取价差 规避你股票下跌的风险 所以行情来的时候 真的选股票不如做指数 我们再来看到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昨天也是持续的收黑 整个技术面 这一波的盘跌形态 基本上并没有出现 正式的落底讯号 我们再来看到 行情谈台指数也是同样的状况 那么昨天又是一根长黑棒 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一个收盘新低 那么S&P500指数也是同样的状况 也是一样 还是持续的往下来做探底 整个技术面并没有出现 非常明确的一个反转迹象 更重要的一点 它的月线怎么样 是不是开始要转折向下 所以现在整个美国股市的技术形态 跟过去不一样 不是像过去的盘间走势 而是渐渐转成一个偏空的态势 这点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我们再看到 昨天有特别讲到 唯一有带来好消息的机会 就是大陆股市 自从在上礼拜出现的政策性利多 当天带量大涨之外 已经连续三天站在月线的上方 而今天持续往上走 这重点就在于 它的月线开始出现转折 慢慢的往上来做一个提升 如果这个时候大陆股市的代表A50 能够突破前波的高点 那就有机会来带动台股盘中的走势 大家一定要一个观念 那美国股市的涨跌会影响到 今天早上我们的开盘价 但是盘中的走势 其实我们跟大陆股市的联动性 也是非常的高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开高走高 但是量能偏低 很多人就很担心 但是老师有跟大家讲 我说在底部反弹的过程里面 量能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量偏低 反而是代表卖压并不大 但是如果你是要向上挑战重要的压力 譬如说是均线 这时候量能一定要持续的放大 那么今天的量能比昨天来的大 那么明天最好就是持续放量来上工 因为在这里遭遇到关键的什么 月线的反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子期的部分 台子期现在月线在20387 各位投资朋友 在这里老师跟大家提醒一下 现在是什么 5月的台子期 如果你是在看盘的人 你会发现到 也许你的月线的位置 跟老师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你可能用的是所谓连续月 或是所谓近月的报价 而近月的报价 有可能会计算到上个月 也就是4月份 所以你的均价会跟老师的不一样 但如果你要找到真正关键的月线的位置 还是要全部用5月的台子来看 因为呢 全部用5月的台子来看的话 他才能够找到现在整个5月份 真正的20日均价的位置 所以呢 现在5月台子啊 他的月线是在20387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厉害啊 开低走高而且来到了什么 前面这个长黑棒的一个开盘价 这就表示什么 老师画这两条线很清楚的告诉你 这两条线就是短线多空的分水岭 那么呢 他今天已经收复了这条线 那么表示这一根黑黑棒啊 连续两天的大涨 已经完全的被吞噬掉了 那么呢 现在剩下最后一里路 能够让整个行情由空翻多 就是呢 要能够再次的站上月线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两天的大涨 但是呢 大家真的不要高兴的太早 真正最后的关键 就在于月线 能不能够重新的站上 所以呢 明天啊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大家在操作上 也还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呢 不管是多方还是空方 在这个月线的附近啊 一定会短兵相接 震荡会比这两天 来得更加的剧烈 所以盘中上下刷洗的情况 可能会比较多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未平仓量 今天的未平仓量 来到70527 各位投资朋友 这算多还少呢 比昨天多了 大概1000多口 但是呢 这个时候 7万口的未平仓量 跟过去比起来 是一个相当低的一个水位 表示呢 现在不管是 做多还是做空的人 基本上 对于行情都没有太大的把握 流仓的状况 并不是很明显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等个筹码的动能是相对是比较低的 所以要出现强势嘎空 或是呢 出现呢 往下击杀破底 基本上短线 从筹码动能看起来并不大 所以反而比较可能 在月线上下来做震荡 那么关键就在于说 站上月线 有没有办法超过3天以上 所以我们在判断趋势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为一两天的行情 来决定你的多空看法 最好是给他多一点时间 因为市场其实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不要认为说今天没有进场 明天就来不及了 不要抱持这种想法 如果你常常急急忙忙的冲进场内 往往都不见得是真正好的一个操作 那么呢 老师告诉大家 输家要如何变成赢家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掌握到关键的方法 在市场上会赚钱的人 一定有自己的一套专业的操作工具 甚至有非常多套不断的在替换 那么呢 如果一般的投资人 为什么时间一拉长 你往往遇到大行情 很少大赚 往往都是大赔 因为你来不及反应 这时候最好的方式 还是透过指标的协助 今天指标告诉你怎么做 就可以省去 你在盘中 一下子看涨 一下子看跌 心里面七上八下的压力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最好的机会就是现在 我们开盘光速指标 多空智能指标 还有阴眼预判系统 如果你想要知道 明天主力是做多做空 想要知道哪里是今天的加速点 哪里是今天关键的转折点 现在一次全部到位 只要非常低的一个价格 所以现在打电话进来 就能够掌握 接下来指数的一个行情 行情变化万千 决胜就在弹子之间 让我用最专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对交易的热情 找对老师 用对方法 你就能够东山再起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希望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